剛出爐的拖鞋麵包 選用法國進口麵粉 經過二十四小時發酵 高溫烘烤之後皮脆內軟 一刀切開 內部呈現自然孔洞 不論是淋上油醋 或是沾橄欖油 口感都很搭 一天的麵包的生產量 大約是兩百到三百 林口又百分之八十 都是以台北縣市 來定居 那這樣子的麵包 其實在林口地區 它是有非常相當大的競爭力的 新開幕的歐式麵包店 插旗新北林口三井 Outlet週邊吸睛功力十足 市營運一個月 就達到原本預設 一年後的業績目標 因為看看近五年 全臺人口漲幅名次 林口榮登冠軍 共增加一點八萬人 增幅達一成七 週邊房價漲幅也有百分之六 吸引店家搶勁 那這一個地方 在林口在未來的發展 是非常好的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 要打造一個 共榮市的品牌 預計總部會在林口這邊成立 那我們現在在找地點 那未來也不排除 會投資店面 大型Outlet 它帶動區域上面的話題 那二方面來說的話 這個區域通常會有很多的空地 可以提供給建商不斷的推案 它除了Outlet本身之外 最好還是要有一些重大建設 跟一些機能性 那當然也能夠吸引到人口移入 才是帶動區域房價的根本指導 郊區百貨周邊商業機能提升 像是桃園華泰民品城 以及高雄SKM Park附近 近三年平均漲幅從 百分之三點六到百分之十六點八不等 而近期開幕的台南三井Outlet 也吸引大批觀光人潮 未來勢必也將吸引市場熱錢投資 三零星宇宋宇宙 李孟山新北報導